简单而又寓意深刻的logo是一个品牌宣传企业文化 传输品牌价值的重要手段之一 汽车行业的企业更是如此 全球有那么多的汽车品牌 他们的车标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 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下面小编就来带大家了解三个豪车品牌logo背后的含义 1.劳斯莱斯 劳斯莱斯的logo图案是由两个大写的R字母重叠在一起 象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体现了两人融洽和谐的关系 除了双R的标志之外 劳斯莱斯还有一个女神像的logo 这个标志取自巴黎卢浮宫艺术品走廊的一尊 有2000年历史的胜利女神雕像 代表着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2.法拉利 我们都知道法拉利的标志是一匹乐器的马 这匹马是源自意大利国家空军9-1中队的队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意大利有一位表现非常出色的飞行员 他的飞机上就有这样一匹会给他带来好运气的乐马标志 彼此偶然的机会 该飞学员的父母将乐马的图腾赠给法拉利汽车的创始人恩佐 此后法拉利就在车上印上这匹带来好运气的乐马 3.兰博基尼 兰博基尼的标志看起来是一头浑身充满了力气 正准备向发动猛烈攻击的牛的形象 这也代表兰博基尼追求极致速度的标志 根据兰博基尼创始人本人 就拥有这种不甘示弱的坠脾气 因此公司生产的汽车都是大功率 急速的运动性轿车 车头和车位的标志 在其发展过程中省去了公司名等一些东西 只剩下一头酱牛 还有这都大吗 都有 希望使用回家看起来 我们就把香港客基尼处 粗外箭